歡迎來到三國茶館 我是說書人柳玉 平常大家玩三國遊戲 可能會看到不少三國女武將 那在三國女將之中 誰武力最強 誰智謀最高 這次就來做個大排妹 那今天總共會有9位候選人 大家也可以先猜猜看 誰會進入你心中的排行榜 嚴格說起來 歷史中能稱為女將的 根本沒有幾個 畢竟古代女性無法當將軍上戰場 這次說的其實是 三國知名女子比一比 趁這個機會 向大家簡單介紹這幾位人物 為什麼是簡介不是深入介紹呢 因為這些女子的歷史記錄 真的非常少 別說記錄啦 就連名字多半都是後人加上去的 比如說孫玄的妹妹 只知道她叫孫夫人 那進去給了她一個名字 孫上香 所以後來大家都習慣怎樣稱呼她 那我們進入正題吧 就在有限的史料中做個比較 首先是武力排行榜 講到武力這個分類 當然會想到鼎鼎大名的戰神呂布 呂布擅長騎馬衝鋒 射箭神準 這些都有相關佐證 不是吹牛的 那麼呂布的女兒 我們就先叫她呂林奇吧 她有沒有學到父親天下無雙的武藝呢 很遺憾 這點在歷史中完全看不到 倒不如說 我想像中的呂林奇 她可能是個嬌柔的弱女子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當呂布跟圓樹協議結盟時 圓樹說道 你把你的女兒 嫁給我的兒子來建立友好關係吧 但呂布的心態搖擺不定 她一度送出女兒 但又派人把女兒追回來 假如呂布真的跟圓樹結盟 其實對曹操威脅相當大喔 但兩邊都不敢信任對方 直到後來呂布被曹操包圍 為了求生 她第二次把女兒退入火坑 英雄記法這段寫得很有意思 呂布在最後關頭才派人向圓樹求救 圓樹說 呂布不把女兒送來 兵敗活該 現在還來做什麼 呂布布下說道 您不救她 等曹操破了呂將軍 下一步就會打您了 同時呂布也擔心圓樹不救 她用絲布把女兒綁在馬上 她夜裡親自送女兒出城 但遇到外圍軍隊放箭射擊 呂布只能帶著女兒退回城中 以上就是關於呂布女兒的記載 資料就是這麼少 所以很難說呂林奇有什麼武力 說不定她的美貌還比較有名 讓圓樹跟她的兒子都掛記在心上 哇 呂布是把女兒綁在馬上喔 如果她也擅長騎馬作戰 應該不需要這樣吧 而且整個事件中 呂林奇都很被動 假如她是個性格激烈強硬的女子 恐怕不會這樣任人擺步 所以遊戲中對她的設定 不用太認真看待 她很難是個女戰神吧 我們再看看下一位候選人 說說關於的女兒 真名不詳 關於她的記載主要也就是一件事 孫權提出希望關於把女兒嫁給她兒子 關於拒絕了 不過這件事不能怪關於吧 假如關於答應了 那豈不是她擅自跟孫吳做外交 關於跟孫權結為傾家 那不就是把劉備當空氣嗎 孫權有意讓關於跟劉備產生矛盾 這是第一種解讀 那還有第二種看法 就是連挑撥都算不上 孫權根本是耍無賴 故意去刺激關於 即使我們不知道孫權替哪個兒子提親 但就算是長子孫登 那時孫登還不滿10歲啊 古代婚嫁再早 也沒有這麼早 這甚至有點像是叫關於交出人質啊 當年的關於平長相不會像這樣 她也是10歲左右喔 所以怎麼看孫權的提親都不像認真的 只是等關於拒絕後 再說關於不顧同盟友好 多個理由發兵罷了 民間流傳關於死後 她女兒發誓要為父親報仇 但只是傳說 關於平有吳勇啦 有奶腹之風啦 這些都是想像 我們再看看第三位候選人 孫權的妹妹 真名不詳 我們就叫她孫上香吧 關於孫上香最狂的一件事 就是她曾經想要綁架年幼的阿斗回東武 還好趙芸跟張飛及時攔住她 救回了劉善 孫上香回歸東武 從此失去紀錄 演藝把孫夫人寫成 她真的是心向著劉備 幫著劉備 甚至在劉備過世後頭將自盡 那當然是小說情節 不過有一點 歷史跟後來的改編創作一致 就是孫上香喜歡刀劍、弓箭等武器 她從東武嫁過來時 還帶了一票武裝的侍女 三國志寫出了生動的畫面 說孫上香擁有百名帶刀的避免 劉備每次進房間 都會感到害怕 欸等一下 明明心驚肉跳還是要進房間 劉備是不是有點MR 先別管劉備有什麼小愛好 這位孫夫人 是少數經過史冊認證的女將 孫上香有眾位哥哥的風範喔 既然她像孫策、像孫璇 武力肯定是高的 也老是笑話孫璇 指揮軍隊她不在行 但她是可以打老虎的男人啊 目前講的這幾位女子 孫上香絕對是歷史形象最鮮明的一個 她就像個刁蠻公主 從小跟幾位哥哥玩在一起 她可能是極少數真的能夠上戰場作戰的女子啊 所以說女將排名第一名就是香香嗎? 這倒未必 還有個奇女子 最後一位無力排行候選人 正是王毅 三國茶館的老觀眾應該都知道 王毅真的是女中豪傑啊 當馬超席捲龍又佔領繼承時 江旭、趙昂等幾位位將假意投降 想要找機會除掉馬超 在這個密謀中 王毅正是關鍵人物 她想辦法跟馬超的妻子楊氏打好關係 兩人變成閨蜜後 馬超放下了對趙昂等人的戒心 結果依照計畫 楊父跟江旭先在魯城造反 其他人身在繼承 勸說馬超出兵 馬超重計帶兵出城之後 繼承立刻封鎖城門 殺害馬超一家 眾人對馬超捲發起總攻擊 馬超大怒 她殺了姜旭母親 又抓住了趙昂跟王毅的兒子當仁子 想要威脅王毅投降 但王毅大聲叫道 人生在世 最重要的就是仲毅 我們為了梁州 自己的性命死不足惜 你抓了我兒子又如何 這是一場苦戰、惡戰 兩邊都死傷慘重 最後趙昂他們取得艱苦的勝利 話說當初馬超攻打繼承時 王毅曾經上前線 跟丈夫趙昂並肩死守 那時候資源匮乏 王毅將身上的財物都賞給士兵 藉此提振軍中士氣 真的不得不讓人佩服 王毅比許多男子還要忠烈 還要勇敢啊 如果論單挑 論個人武藝 最上將應該是三國女子第一名 不過要看如何定義啊 假如要講實戰經驗 在戰場上面的侮略 那王毅更勝一籌啊 三國歷史中 我想要找出贏過他的女子 非常困難 王毅稱得上是三國第一女將了 那麼除了無勇武力 如果要講智力 誰稱得上智忌第一呢 我們來看看智謀篇 好這個排名比剛才更難了 畢竟真實的三國歷史 沒有女性軍事 但我還是列出了五位候選人 以下五位分成兩個部分來做介紹 首先是才女類別 第一位黃月印 諸葛亮在正史記載中只有一個老婆 就是這位黃夫人 她是金州民視黃承燕的女兒 究竟她是不是精通機關術 或是研究奇門遁甲 我覺得那些傳說可信度都不高 關於她的主要記載就是這一段 黃承燕向諸葛亮說 她家女兒相貌醜陋 但論才德平性 能夠與孔明相配 於是諸葛亮欣然接受這門婚事 其實黃髮黑皮膚真的不好看嗎? 如果穿越到現代 說不定就像是金髮辣妹啊 再說仇女可能是父親的自欠之語 但無論外表如何 黃承燕是欣賞諸葛亮的人喔 她明白諸葛亮的才能 而且說出才堪相配 那麼黃夫人的智慧跟見識 肯定了不起啊 第二位才女 蔡庸的女兒蔡燕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蔡文姬 蔡文姬從小飽讀全書 而且有過目不忘的超強記憶力 她創作的詩歌流傳盛廣 絕對是一代才女啊 接下來三位候選人屬性比較接近 先介紹王元基 為國司徒王朗的孫女 她15歲那年嫁給司馬昭 除了自由博覽尋書 她真正的強項其實是察言觀色 王元基對長輩、對丈夫 多做到體貼備制、人人讚賞 司馬昭臣府極深 能夠當她的顯內著 當然不是簡單人物 當司馬昭派出中會發屬 王元基曾說中會不可信任 後來果然如她所料啊 下一位是楊輝瑜 楊護的姊姊 司馬斯的第三任妻子 她的母親蔡氏就是蔡文姬的親姐妹 果然名門才女幾乎都是有親戚關係的 楊輝瑜自家是泰山楊氏 本來就是有名的大族 她知書達理、才貌雙全 而且寬宏有度量 不極度不會製造公鬥戲碼 非常適合輔佐帝王 嗜好景憲皇后 最後一位是欣賢英 曹未仲成欣疲之女 同樣是泰山望族楊氏的一員 欣賢英同樣要冷靜、聰明、過人 總是能在錯綜複雜的正式情勢中 選到正確的一邊 當初曹操實施不力接班人 直到確立曹批當太子後 曹批大喜 抱著親近的欣疲說 新君啊 我好開心啊 新憲英當時才20歲 他忍不住嘆息說 太子身份何等重要 應該時時保持警戒恐懼之心 這樣大喜成什麼樣子 國家豈不是很危險嗎 之後新憲英還預言了曹爽跟司馬懿內鬥的結局 預言了終會有異性 由於他的建議 讓他的家族能夠從這些亂世中脫生 唐朝撰寫禁書的房玄陵對他評價相當高 後來康有為也讚賞新憲英說 這樣的智謀才是 其實頂尖男子也很少見啊 做完了以上基本介紹 但今天觀眾點進這一集 很多人可能都想聽聽黃月英的故事 結果被我三言兩語帶過 這下要翻桌了 那黃月英歷史紀錄這麼少 為什麼有這麼多延伸創作呢 月英有哪些傳說跟惡創 我想另外再說一回 月見英子的粉絲請放心 預告一下 馬上就會看到這集了 至於蔡文基的故事 其實我已經做過專題影片介紹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回顧看看 歷史中蔡文基不太可能是 地位低下的奴隸 儘管他被擄走 但他應該是作為左賢王的妻妾 而他歷經辯故寫下的詩歌 非常深刻非常動人 是名令人尊敬的女子啊 那除了這兩位才女 三國記載中最富有志祭的女子 做決策做判斷最神準的人 我想第一名就是新憲英 當司馬一跟曹爽相爭 曹爽黨與召喚新憲英的弟弟新場同行 新憲英遇見了曹爽必敗 但他交代弟弟說 做人要盡忠職守 你還是該聽令前行 畢竟新場不是曹爽真正的親信 他估計不至於被牽連 新場後來安全下裝 對姊姊大為貪腐 而且不只這個事件 新憲英還有個沈喻言 救了他的兒子楊秀 新憲英從直指楊庫那邊聽到 朝廷派出忠惠滅述 他立刻判斷說 忠惠驕傲放縱 恐怕包藏獲刑啊 但更糟的是 忠惠竟然正用新憲英的兒子楊秀當餐卷 新憲英非常擔憂 他叫楊秀請辞 但司馬昭不允許 他只好跟兒子說 這次出征一定要小心周遭變故 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立場 最後楊秀竟然在忠惠之亂中全身而退 或許也是托母親提早告知的福吧 忠惠要造反這件事 別說當時人們驚訝 就連我們現在研究歷史 都覺得忠惠的反叛充滿謎團 那新憲英到底怎麼猜到的啊 這已經堪稱料事如神吧 如果說誰是女諸葛 不是黃月穎 而是新憲英啊 而且新憲英的判斷 不是什麼小聰明哦 他對軍政大事 對國家未來走向 看得非常透徹 所以在智謀排行榜上 我願稱他為最強 第一名就是他了 當然今天的名單不免有些遺囑 如果大家還有想到哪些女性人物 歡迎在下方留言敲碗 也或許之後可以換個主題 比如說魅力值比一比 好像也挺有趣的 那我們就在下次的影片中再見囉 拜拜 今天的故事說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歡迎訂閱並且打開小鈴鐺 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你的訂閱按讚留言 就是我創作最大的動力 我是說出人劉裕 我們下次見 按讚 好